詞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未知的遥远处 此地我又是谁 你是灯火灿烂处 一步一个公家 一步一分身家 制造一幅土花 一步一段生涯 一步一分变化 一步一步风雅 一步一步潇洒 一步一步潇洒 一步一步 一步移转 二步一步 一步移转 一步移转 我好了 我送你回东京城 可是 你走了 再以为你会对我这么好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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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下一位 写不写字啊 写啊 你写什么呀 您这是按字算 还是按纸算呀 哦 算纸是章数 一章一份钱 那好 那起 驾赫西归 无丧逃笔 乌乎哀哉 痛之英才 怎么了 一回死那么多人哪 写钱了多用几分 这 我写 我写 大妈 好了 写您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下一位啊 我 写什么呀 大嘴臣烧饼醋 做招牌啊 对对对 知道了 要醒目点 对对对 越醒目越好 越大越好 好好好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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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哭了呢 朕錯了 朕不應該瞞你的 皇上幾位時時吃醉滿苦 朕不哭 朕憑自己賺錢 怎麼會哭呢 皇上 我記得你曾經說過 朕過不了這平民的日子 可是朕今天憑自己賺到錢 你瞧 這是朕第一次做買賣賺到三文錢 朕這輩子第一次賺到的錢 來 你替朕收著 以後朕賺到所有的銀子都交給你 朕都已經賺到錢了 你怎麼反而傷心呢 人家心疼嗎 不知道 不知道我只想哭 我 舅媽 來收下 你你你這是 算是我和小郎的吃住吧 這家裡也不多兩個人吃飯呢 小郎到市地上去賣一些花 也可以賺些錢的 就算是一點心意也好了 舅媽你就收下好了 那你既然這麼說嘛 我就收下來了 不過 舅媽跟你說啊 雖然你跟小郎的事呢 你都告訴我 不過湘姨 你也不能為了小郎一輩子不成親啊 再說呢 舅媽跟你找的也是戶好人家呀 小郎 小郎你回來了 你一定累了 我等你進去休息 小郎啊 你別忘了舅媽跟你說的話呀 過些時候再說吧 你舅媽剛跟你說什麼 沒什麼 來 是不是傷心的事情 我跟你說沒什麼嘛 其實湘姨 你舅媽說得也沒錯 你是該為你自己終身的幸福做打算 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應該替你舅媽的 你為什麼要我去相親呢 咱們不是說好要相依為命的嗎 難道你不想讓我照顧你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為了你好 如果為我好,就不要再提起了 可是 你總不能這樣照顧我一輩子 好 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心裡在想什麼 湘姨,你... 你是真的不知道 我想要照顧你一輩子 不,不,不 你不需要因為實施 以前我是為了小姐 可是現在 不是了 你不需要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說些什麼 我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很清楚我在做什麼 我要照顧你一輩子 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不值得 為什麼不值得 我跟你相處了那麼久 我太了解你了 你是我所碰過最真誠最善良的人 你別傻了 我是個殘廢 我不在乎啊 每當我跟你相處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好快樂 好開心 每當看著你 說出對小姐的心意 我就好羨慕 可是每當看到你痛苦 我的心就好疼 如果你的心裡 只有小姐 永遠柔不下我 沒有關係 從現在開始 我不會再提起 可是我會照顧你一輩子 是 是 她真的是我這一輩子 唯一關係 可是我對她的夢 在我殘廢的那一天 就破碎了 如果是這樣子 你可以接受我 你還不懂嗎 這不是接受不接受的問題 這不一樣 小姐 如果你再這麼想下去 你真的是在糟蹋你自己 你胡說 我沒有胡說 來 你看看我 你看我啊 我這樣是一個正常的人嗎 難道你要 你要這樣嗎 我要 不行 我不管 小郎 我管不了那麼多了 不行啦 你應該聽你舅媽說 你不要想去我聽舅媽的 等水退了 咱們就回去 回到自己的地方 過自己的日子 我不需要別人來替我做決定 我可以決定我自己想要什麼 想你 皇上 你在幹什麼 事事啊 往後鎮 可再也買不起什麼 珠環玉陪 金銀首飾 給你穿袋了 事事才不要那些東西呢 就算皇上 賞事是一根草 事事都會是如珍寶的 真的 好 來 朕 就賞你個如意醉子 皇上 你怎麼會 十三中的春童 教我他 朕也想知道 看看這個不值錢的東西 能不能讓事事與朕 作為財務夫妻 你 只如意醉子 得事事來人 更勝連城壁 好 我來了 你別到這兒來 君子遠逃出 朕今天不是君子 是小人 來 來 來 好 好香耶 遠勝過朕的玉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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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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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那儿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如果我不再做坏事了 你会像现在一样对我这么好 我可以做到的 我可以放弃命令 我可以放弃一切 我可以做到的 真的你相信我 我真的可以做到 可是我要做什么呢 做好人 他有没有说去到哪里呢 皇上叫奴背先回来了 这么晚了 回到哪里去呢 去 娘 他会不会被人抓了去 事事事姑娘 您别急 也许皇上只是出去溜一溜 怎么能不急呢 他从来不曾这么晚回来过 事事事啊 事事啊 事事啊 万事爷又不回来了吗 皇上 事事啊 你快来看 皇上 事事啊 你怎么了 你的神情好像 万事爷回来晚了 事事姑娘在心急呢 好啊 原来是这样 事事啊 事事啊 朕去替你买了一副好情 你看 脸色啊 都挤得放白了 我担心 怕宫里的人把你抓了去 我怕 好了 别怕 朕不是引过你吗 绝不轻易地离开你 要陪你在这山林里 渡过一生 嗯 皇上 好 朕已经回来了 你可以安心吗 现在 我们也有一副好情 你可知道 朕可是千挑万选 才找到这副情的 朕也好久 没有听到你为朕弹曲了 你可要为朕好好弹一曲 如何 你可见了 principalmente 你可见了 原本 你可见了 人在这 我现在到这去 从谁还没开 结着 你能不能够 快点 我可见了 千两 千两 红丝 这个 本当ね 你可见了 崴家 是日日 我从你那破酒 我也不上个机 好人啊 回来好招呼 这什么 起个馒头 最近我出门 有什么新鲜事没有啊 新鲜事都没有 倒是有件怪事 什么怪事 大力当铺的掌柜的 不知哪来着人哪 从他那流荡了一块宝玉 这消息穿出来之后啊 大伙都去看 去看过这人说呀 确实是失事之后 王桥那个雕工啊 就不得了了 听说呀 是宫里的东西 这宫里的东西 怎么会到这儿来 流荡来了 大伙都这么传说呢 谁知道呢 不过去当铺的朝方说呀 从这个宝玉的温室上看呢 能配就可遇到 不是天子 也是个王爷 我 药荡荡 一耀蕩蕩就把東西拿出來看 要不蕩蕩, 別擋了我的生意 你這條老病只斷銀子 小的這條命也不知多少銀子 大爺, 明耀要什麼東西 進我道裡面, 隨便拿 大爺, 饒命 聽說你這有宮裡的東西 大爺, 小的這個小當舖 怎麼會有宮裡的東西 你不是為難小的嗎 既然沒有, 我也不能空手而回 把你腦袋給帶回 大爺, 饒命了 饒命了, 饒命了 有沒有 有 可是小的以三萬兩銀子 賣給他那個徐財主了 當的人是什麼人 好像是一個老頭 五六十歲吧 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人 說 我怎麼沒有找胡子 認不認識 不認識, 不認識 是不是本地人 這當然是外地來的 你知道些什麼 小的前些人是在事情裡 看過他跟一個中年人在賣畫 聽人家說好像是外地來的 就住在什麼竹林那一帶 小的只知道這些了 大爺饒命了 我 皇上 皇上 神又太虛了 這首曲子 聽了讓人傷感 也讓朕想到了 蘇巡師的江城子 還是你知真心 聽了這淒涼的音律 也讓朕想到了那卻詞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自諒 不自諒 自難忘 千里孤芬 無處化淒涼 作有相逢 應不逝 沉滿面 冰如霜 相對無言 我有淚兼好 不錯 這是書學師師毅王妻之作 正每每讀來 總是心有氣氣 正想 這世間最苦之事 也就是生離死別 而越有歡聚 也就越恐分離 是 皇上 是 朕在這竹林小桌 是朕一生未有的快樂時光 朕 永遠永遠 也不讓你離開朕 是是是不好 不該彈這首曲子 惹來皇上憂思 不 你無心 是朕多醜了 讓詩詩彈個快樂的曲子給皇上聽 詩詩 答應你 永遠不離開 皇上憂思 詩詩的心就在哪裡 你把它帶起來了 皇上曾說 這是件不值錢的東西 但對詩詩來說 她是皇上的一份厚愛 詩詩會把它一直帶在身上 太后 哀家傳指宣你 你竟敢姗姗來齒 讓哀家在殿上候著你 嗯 太后息怒 太后恕罪 老臣驚聞太后 奉體微養 心悶氣煩 特令各藩鎮 進供西市的奇藥 由西南的天山雪蓮 東南的夜明珠 東北的千年老神 老臣為了求太后正供看台 千命奔波 這批西市的真藥 方才送得精神 老臣便急速地進供 成於太后 望太后訴老臣 見家來吃之罪 太后 哀家要的是這些玩意嗎 啟哀家還不夠嗎 老臣罪該萬死 太后死 你是該死 哀家怎麼會用了你這樣一個蠢才 皇上出宮至今多少日子 到現在是音訓全無 有道是 果不可一日無君 現在朝廷上上下下 都讓哀家給瞞著 竊竊之音 眼看就要瞞不住了 這就是你給哀家辦的事 老臣該死 你讓哀家怎麼創下去啊 老臣該死 老臣該死 哀家是讓你找皇上回來 不是讓你在殿田說該死該死的 老臣的確是突免全國陸府州縣 諸戶的收慘 那以你這麼說 皇上跟那該死的李詩詩 是插了翅膀飛了不成 太后明見 天下如此之大 要找皇上的蹤跡 猶如大海撈針 的確是耗時廢日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十日之內 一定要見到皇上 太后明見 老臣為了皇上的事 不眠不休 不敢一息少待 老臣如有一句妄言 願捨頭上的巫煞 願 安家不要聽這聲 直到皇上 別說是你的巫煞 安家要你的腦袋 太后 還不快下去 找不到皇上 你提頭來見 皇帝帶著李詩詩私逃出宮 這是何等大事 而城裡只有四處張貼 捉拿李詩詩的榜文 想必宮裡把皇上出宮之事給瞞住 照這個情形看來 蔡經這個老皮膚想必也焦頭爛了 如果 不 這是我翻身的好機會 我不能去找蔡經 即使她得了這個便宜 她還是會傻 我得找太后 我在太后跟前立了宮 我還會怕蔡經 不但如此 如果我翻身 畢竟這個劍 設計害我 我也不會放過她 老天爺給我這麼大好機會 我怎麼能不好好的一位 可是我答應過念月 我這麼做 不 我不能放過這個機會 否則這一輩子 我要永遠這樣躲躲藏藏 不見天日 這樣我又能給念月 什麼好日子過呢 對 就這麼決定 念月 摘這麼多野菜 念月 對呀 我想離開幾天 我離開幾天 解決一些事情 如果這些事情解決了 我想我可以帶你回東京城了 真的啊 所以這任職 多忍耐幾天 乖乖的不要亂跑 懂不懂 不要聽這些 我要人 你給我找的人呢 大人息怒 下官 你就會讓老夫息怒 再找大人 老夫的腦袋都不保 你讓我怎麼息怒 你讓我怎麼息怒 大人 只不過是一名割技 就算是找不到 對大人也沒什麼影響 你懂得什麼 老夫就明白地告訴你 他已經不止一層發脾氣了 要是再找不到李氏氏 老夫的烏殺就不保 高求啊 高求 果真如此 我會先要了你的命 下官 不要跟老夫啰嗦 三日之內 把人給我打回來 他就仗他位高權大 整天打我的官槍 大人 您就消消氣 往後升官發財 還得靠太師呢 您就忍耐點吧 好歹我也是官拜太位 他使喚我 就像使喚家裡嚇人一樣 蛇惱了我 趕明兒個在皇上面前 摻他一杯 哎 皇上不是容體欠安 好一陣子沒有早朝了 哼 所以朝廷之事 蔡京才能夠一把抓 你不知道 他仗著有太后替他撐腰 在朝廷之上 那種囂張的氣焰 哼 好了 大人 來 您別那麼氣了嘛 這麼氣 畢竟會心疼的 來 我敬您 哈哈哈哈 還是你懂得伺候 三句軟話一講啊 我還能氣嗎 哈哈哈哈 我高求實在是沒有白疼你啊 大人 我覺得您還是少疼我一點的好 嗯 又怎麼了 瞧你講話這麼酸是 平日呢 三姨奶奶就瞧我不順眼 今日趁大人不在的時候 又給了我一頓排頭吃 這個婆娘 我警告過她多少次 自從我收你做小妾之後 她就怕我在你那兒留臉 怕我疼你 大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大人你以後盡量少來了 免得畢心難做 哼 大的二的都不坑氣 她算什麼 她要是把我惹火了 我就把她給休了 看以後啊 還有誰敢欺負你 大人 您這畢心真好 哈哈哈哈 來 小時候聽人家講 當你看到劉欣的時候 就許個願 一定會實現 哎呀 劉欣你快快快 快許個願哪 你往天上瞧呀 幹什麼老丁的人看 試試 啊 咱們成親了好不好 怎麼了 不知道 咱們拜了哪 成了親之後 你就是這個妻子 是 可是你是皇上 不 不 這已經不是皇上 這只是一個深奪小人 一個凡夫俗子 這也想像 一般尋常的人 取你為期 這 一直想念一個女的 好不好 怎麼 你不肯嗎 那 那 那你只肯呢 你肯啦 太好了太好了 可是 這 這一般人 辦喜事 要拜堂的話 我們又沒有長輩在 那 這樣吧 我們就以天為品 以地為證 你覺得好不好 好 明天我跟他張子 去張羅 叫他買些花族喜帳 還要請人結一個 大紅的喜字 貼在堂上 還有 還有什麼 奉冠俠批 皇上賺錢也不容易 咱們得節省過日子 還談什麼奉冠俠批啊 哇 雖如此 可是你是真的妻子啊 怎麼能夠這麼就 情深欲真 就難能可貴了 不必講究那些均勻小節了嗎 也好 那咱們拜了天地以後 可就算數了 還有 拜天地之後 你可是就是真的妻子 以後我可要替這個人燒賣喜 不得耍賴喔 我皇上 不可以再喊我皇上了 聽起來會變臉 那我喊你什麼啊 喊我 讓真想一想 正在家中排行我三 我記得母后 在我小的時候都叫我三郎 我看你啊 就叫我三郎 只是不敢當 這可是真的旨意 不得為可 三郎 這樣聽起來舒服多了 我喊你三郎 你喊我什麼呀 當然喊你娘子了 嗯 大爺您喝多了 是喝多了啊 這幾雲七郎農茶 十五酒吧 唉呀好 出身就要何變 蔡公子事就是米糕的骨 少囉嗦進去 大人 李佑 来人哪 别着 我杀了 你想干什么 想找你谈谈 上回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 竟然敢自投罗网 上回你送我一辰 这次我来还你个人情 谁不知道你李佑一肚子的鬼 你找我想干什么 我要见太后 什么 我知道你跟诸公公走得很近 你去找她 让她帮我见太后 你在胡说些什么 你现在是逃犯 是亡命之徒 如果我说我知道李诗世的下落 你说什么 你知道李诗世的下落 快说她在哪 我要见了太后再说 这件事是由太师负责查办 你为什么不去 太师要杀我 我会笨蛋去找她 那你又为什么找我 你听我传个消息 将来太后论功行赏有你一份 我就姑且相信你一次 我会想办法让你见到太后 臣妾给太后娘娘请安 太后娘娘 这今年玉露 可是臣妾让她们用软梨冰糖 为了三天三夜才炖好的 为的就是让太后娘娘 能够轻火润鼻 太后娘娘哥得尝尝哦 嗯 这宫里上上下下 后宫嫔妃数千人 就你最仔细 懂得体贴哀家的心 太后娘娘 辅佐皇上 普新居老 还不都是为了咱们大宋 设计江山 成名百姓吗 太后娘娘的辛劳 臣妾可都是往心里头记着呢 你这丫头 什么话到你嘴里 出来啊 就是个巧 唉 皇上 心里头不服 老说我闲那正皇后 唉 不是哀家说了 这会儿 皇后都疯了 这皇上 还是不肯废她 哀家就不明白 这皇后有什么好的 每一回见到哀家 不是蹦着个脸 就是直打哆嗦 哀家想起来就有气 偏偏这皇上 太后娘娘 一提起皇上 哀家就更气 还是没有皇上的消息了 才经 这个饭桶 她也真是 也不能够太责男太事了 这么难的事情 也是不能够张扬的 皇上 她这个个性 怎么会这么的不懂事 一国之君 说走就走 这件事 我能够再拖下去 再拖下去 会出大乱子 会出大乱子 他家是一想起来 烦得就寝食难安 没有一刻功夫舒坦的 太后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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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什么 炒民里要建过太后圣安 愿太后千岁千千岁 平身 萲民待罪之身不敢平身 何罪之有 曹明原本在蔡京蔡大人门下 身居统治之旨 因招人诬陷 被陷于误杀蔡公子之罪 因不能申冤 弃官出逃 原来你是蔡京的人 是的 蔡大人 通令全国捉拿属下 无论是非 搁上我了 方才 我听朱车说你知道皇上的下落 快快起来回话 草民不敢 哀家恕你无罪 谢太后恩典 你说你已经知道皇上下落 你知道他此刻何在 那皇上与李世世逆击洛阳沉交 那你见过皇上了 是的 草民密仿出皇上的下落 但是不敢金牢甚驾 很好 既然知道皇上的下落 哀家就可以派进卫军 直赴洛阳 肃请皇上回宫 宇耀 草民在 你可愿为哀家做这件事情 草民不敢 草民追随蔡大人替他解困立功 此种大事不敢遣 没想到 蔡京这样对待你 你还是这般忠心 草民追随蔡大人 干脑涂地再死 蔡京派了几万人出去找 却抵不过你一个 像你这样的能才 若能留在哀家身边 哀家不知道要少受多少嫌弃了 草民卑贱 草民万万不敢 不要再说了 哀家封以为 侍卫亲军中郎将 贤亲命御使 为臣寇信太后恩典 主持 挪备在 传哀家旨意 通令殿前司 派三千禁卫军 交由与中郎之力 逆往洛阳 肃请皇上回宫 奴妃遵旨 只愿昌天不度生起 愿劫怜悯 白发道 天为品 地为尘 满天心斗 皆为我的贵 又有什么更生于此 小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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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你怎么又忘了这么此意 小婶 三郎 对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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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慶 不好了 怎么啦 怎么啦 公众这人还追来了 吕妖 吕妖 率着宫里的人马追来了 宋徽宗和李诗诗 还是一无所知 他们即将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 太后了知晓此事 会不会将宋徽宗和李诗诗打入大牢呢 吕妖和念月渐渐产生了情感 他们两个人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吗 敬请准时收看李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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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诗音乐